现在春季很多花园都开始入手兰花回家栽种 但是我们在把兰花买回来之后 如果你做错了这四件事 那么养活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是哪四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买回来的兰花 如果没有清理掉一些烂根殡变业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导致病菌继续入侵 你栽种之后 你的兰花很容易出现再次烂根或是感染病害的情况 所以买回来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清理 并且做好杀菌工作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所用的植料 一定要提前用清水浸泡 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兰花的植料都是含有松树皮 如果你不提前浸泡 后期直接摘种的话的浇水浇不透 很容易造成空根烂根 第三点就是在买回来摘种之后 我们一定要缓苗 如果不缓苗 它的根系还没有恢复吸收横力 很容易造成植株失水 甚至是整个植株枯萎掉 第四点就是一定不要急于施肥 因为兰花刚刚摘种 根系还没有恢复吸收能力 你这个时候给它施肥 很容易造成肥害 所以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 在摘种三个月之后 才需要给你的兰花施肥 所以很多花有心满回的兰花 总是养不好了 就是因为犯了这四件错误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